放心吧 禮我收到了 谢谢我们家最可爱的小胖 好嘞 拜拜 有情况啊 当然有情况了 我们莺莺子的青梅竹马 每年礼物都不会缺席的 是啊 礼物从来不缺席 出国以后呢 人就没出席过 人家一番心意好不了 嗯 有点酸不溜溜的 哎 老庄 你可别说我了 你那边情况更大吧 我有什么情况 你别转移注意力好吗 对啊 老庄 这小奶狗都已经 欺而不舍这么久了 要不你就从了吧 小奶狗看起来还怪可怜的 我说你们俩怎么也跟着瞎起哄啊 看不出来吗 就是一小孩儿闹着玩的 不会认真的 怎么 怎么咳嗽了 没事 不碍事 就有点小感冒 要不晚上就别吃火锅了 怎么可能呢 我的生日没有火锅 我还不如死了算 你怎么说话呢 邱总监 别别别别 我生日呢 拍桌子 拍你们两个的桌子 哎 总监 晚上要不要一起吃火锅啊 我还有工作没有处理完 在意吧 还真因为自己是太上皇啊 在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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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тории 师兄 今晚给摅音发一张勤帖 就说四餐厅为了庆祝客人生日 送一次火锅 啊 啊 四餐厅做火锅 我没听错吧 呃 破了一次吧 啊 好吧 嗯 好 我等一下过去 哎 方老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方老板真是破费了 本店从来不做火锅的 今天破例 生日快乐 炒料不容易 谢谢 谢谢啊 我先去忙啊 有事情叫我 欢迎 欢迎 神经姐 早知道你跟四的交情这么深 当初何必为了一个稿子发愁啊 不对劲啊 这老板 是不是喜欢你啊 人家方老板只是热心常好吧 那就是他们主厨看上你了 不然怎么会这么精准地 送上你最喜欢吃的火锅呢 我连他们家主厨是谁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认识 不要乱说 愣着干嘛 吃东西啊 吃火锅第一个要吃的是什么 毛肚 看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吃毛肚就吃毛肚 你们三个这么有仪式感干嘛 生活品质最大的一点 就是有仪式感 玉瑟诚 这一点啊 你要跟你师傅 学着点 那我也来 一 二 三 还觉得挺快的 对了 今天可是我的生日啊 礼物呢 宝儿 虽然我们不能为你上九天揽月 但是我们可以为你下火锅捞 肥牛 虾脚 毛肚 藕片 生菜 羞肉棒 大虾 虾滑 黄猴 金针菇 我谢谢你啊 好了 这个呢 是我们为你准备的礼物 回家才能拆哦 还是老庄最好了 就是我们俩送的 谢谢你老饭 把我放过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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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来到了 好 生日快乐 谢谢 好浪漫呀 好 确śl了你这么多年的生日 呢 今年一次性给你补齐了 嗨 都是哥们嘛 再说了 每年你的生日礼物都准时到 而且我觉得呢 礼物到的就行 人到不到 无所谓 豆花 哥们 对啊 青梅竹马的哥们 正式介绍一下 这可是我一手带大的小弟 你可以跟他们讲讲 我小时候是怎么对你英雄就美的 我不介意 好啦 不用介绍了 都是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 有什么好介绍的呀 行啊 快吹蜡烛吧 好 好 我是叶之秋 很荣幸参加深莹女士二十七岁的 火锅生日派对 那我就祝 深莹女士在新的一年里面 得到最好的爱情 好了好了好了 先坐下来吃东西吧 来来来来 新朋友入座 坐下吧 这个好吃啊 你看看 是吧 吃饭 顺不住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他们觉得我做的火锅好不好吃 啊 他们觉得我做的火锅好不好吃 哦 我想起来一件事啊 有人要是再不赶快出现的话 声音可能就名花有主了 那 我去上厕所 哦 去吧 快去快回啊 大家好 美然你来了 生日快乐 沈樱 谢谢 好感动 我来帮你拿 你不是说你要去谈什么 生活甜品的合作 不是不来了吗 是啊 合作的人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啊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声音身边的这位呢 是即将和咱们艾森展开合作的甜品师 叶芝秋先生 哦 意大利留学归来 在国际上可是获过不少大奖的 是年轻一代里面 非常被看好的甜品师 哦 提前欢迎你的加入 谢谢 哦 以后呢我也算半个在编的人员了 请大家多多照顾 没问题 这修说啊 跟你是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我们今天 直接定在这里谈事情了 刚好 不用拒绝你的生日邀请了 郑总监 总监你忙完了 还没 我就是顺道过来问问 庄严 我前来天要的素材你 素材 谢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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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樱 你最近嗓子本来就不舒服 别吃这么辣的吧 我这不是太久没吃火锅了吗 忍不住 再说了 这可是四的独家限定半火锅 怎么可能不吃 看起来你很喜欢吃这家 简直超级无敌喜欢吃 我跟你说 这家店的主厨做菜可好吃了 有空尝尝 确实这家店狗杯挺好的 一看得出来 主厨真的花了心思在做 多吃点 总监感觉你现在心情挺好的 有吗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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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再多吃点 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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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沈蔭 你干什么 郑总监 你怎么在女厕所啊 这是男厕所 你喝多了吧 走走走 跟我出去 小心 沈阳 沈阳 你没事吧 那个 范姐跟庄严已经先走了 一会儿我把你送回家 沈阳 你要是有事的话你就叫我 我就在门口 我放下来 怎么又喝那么多 根本没有必要 逞什么能啊 反正你就只知道笑话 行了 我送你回家吧 不 我怕你有带我去酒店 占我便宜 我 谁占你便宜了 我拍那视频 我是清白的 所以你 评论 story 那 刚才聊了 是我这刚才提了 嗯 还有 这种头见 我真的 我真的没有内容 真是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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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所有的 也不想送你 你也教 거를 你的身份 有没有 但是我原来 来 你俩 这是 小胖 他喝多了闯进来 我现在送他回去 还是我来吧 你一个外人送他 根本就不合适 我就没喝多 坐吧 坐吧 赢了 这等一下 慢点 没事 我真没事 行不行啊 赶紧回去休息了 别动了 来 慢点 赶紧回去休息了 小胖 我跟你说 我真没合作 行不行 别啊 跟你上车 跟上前面那辆车 好 来 慢点 慢点 音音 你回来了 你没事吧 你谁啊 你怎么长得那么像我那个 渣男未婚说 全是你 你 你 你怎么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你信不信我告诉那个老婆孙悦去 音音 放开 你别再提他了 他就是一个骗子 他撒谎 他根本就没有怀孕 师父 方方前面停一下 我爱的还是你 我们结婚吧 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 放开 放开 你就是那个家伙是吧 在订婚宴上和另外一个女人走 甩了一遍 你 这个男人又是谁啊 跟上次那个人不是同一个人 兄弟 我俩的介绍 我告诉你 赶紧给我滚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你怎么又换那个男人 我本来今天来找你 是想跟你和好的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告诉你 你给我听好了 如果你以后再敢来骚扰声音的话 你绝对不会放过 杨月 我告诉你 我声音 不是没人用 我身边各个男的都比你有效 你知道了吧 知道的话 你就赶紧给我滚 我告诉你 你别得意的太早了 这个女人哪 吃着澡 给你戴绿帽子 没事吧 来 是吧 是吧 我刚刚的地方 我说你也是 为了骑这个渣男 什么都能胡说八道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小胖 让你欠修了 不行 咱俩以后就凑合死我们 杂助 小胖 好 你是我这辈子 最好的兄弟 我已经安全到家了 放心走吧 往边这儿 嗯 是吧 看我 把老公 щоб辑公开 你很正常 看得起来 你还会让你 您这次 你还说得很好 哪儿 chuck着 就特别像 你想吃的猫粮被别的猫先吃了 你会觉得难过吗 什么 打那只猫 不行啊 你可是乖女孩 不能跟别的小朋友打架 知道吗 申小鹰 老实交代 烈之秋家里有几辆车几套房子 你就可以了 咱们的事情 有没有 有没有 想伤快 在哪里 想伤快 和你不说 你不认责 我先伤快 你不认责 我先伤责 你不认责 你不认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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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主编 你好 你好 这是我们艾森新合作的甜品师 叶之秋 叶总好 幸会 幸会 听说叶先生 是意大利留学归来的 也是业界 非常看好的甜品新秀啊 能够认识南卫三师背后的大老板 也是我的荣幸 对了 二位请进 二位 里边请 三位 三位 请坐 林主编 今天 我可要好好谢谢你啊 能把这么优秀的人才引荐给我 艾森和盛氏集团是老朋友了 余总 您太客气了 叶先生 依我看来 以后 我们要多加强合作呀 与艾森一起 拿下大中华市场 好 阿姨总 南卫三师新推出的《味觉江湖》 我当然挺感兴趣的 这个项目的确不错 不过 没什么不过 我当然明白 我们这位空降来的总监 相信余总已经听说了 新媒体这部分呢 是由郑总监主控 直接向总部汇报 我们的提案不一定能通过 你们要求 和郑总监主 不许多 您能看什么 资计和盛氏集团 就会出现了 你怎么能做 不许多 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 和我们埃森展开 亲密合作的知名甜品师 叶知秋先生 大家好 我是叶知秋 希望跟各位合作愉快 知秋呢 也将加入盛世集团的甜品研发 和盛世集团旗下 最著名的甜品店 南韦三十合作 我们埃森呢 负责宣传和报道 那下一期的味觉江湖 就这么定了 大家有什么好的提议 可以随时提出来 我有想法 可以请偶像明星 跟叶先生合作 让我们的甜品 一出即爆 知秋觉得呢 我欢迎各种合作形式 只要有效 当然有效 偶像加持 一定能让我们 更上一层楼 我反对 先不说偶像明星的事 南韦三十 没有经过实地考察 就贸然提案 不符合流程 事集从全嘛 流程什么的 咱们可以先放一放 那如果南韦三十和叶先生 都如此优秀的话 就不急于一时 第一次合作就破坏流程 不太好 我同意 新的一期味觉江湖 我和郑总监 已经在考察一个路边摊项目了 如果真的打算做南韦三十 我觉得还是需要先考察 再提案 我也同意 咱们艾森的规矩流程 总不能随着合作方的意志去改吧 我们的立场要坚定 我也同意 盛阳姐这个路边摊项目 我们已经做了好几天了 马上就快做完了 那这样吧 这两个方案 咱们都暂留三天的考察期 之后各自提案 大家投票表决 我们今天有点好几天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